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淡水区公所这两天举办了寒冬送暖关怀弱势的活动 集合了淡水区各界公庙以及企业人士 募集了将近100万元的物资和现金 要发给500户的低收入户 希望可以真正的帮助到弱势家庭 连续好几天的冷气团 让淡水区各地都出现10度的低温 因此淡水区公所在上周六举办了寒冬送暖关怀弱势活动 在新北市淡水区市民联合服务中心一楼举办 现场发放由地方散心人士企业以及公庙等单位捐助的 春节辅助红包以及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 要送给淡水区700多户的低收入户 区长表示期盼在春节前夕散播社会爱心 借此让需要社会关怀的民众感受到年节温暖 特别要关怀淡水需要关心的民众 所以我们在公所这次特别针对我们淡水的低收 跟中低收的750位的民众 来发放春节的礼金 还有我们火灾警报器 希望说让民众过一个好年 而且再过一个安全的年 区长屋中文表示淡水区公所 为了照顾生活较困难的市民 在年节前夕举办了春节慰问活动 发扬人机几机的精神 今年更特别的是转赠尤汉邦国际慈善基金 所捐助的住景器 让民众家里面安装提升住家安全 希望透过发放春节福祝金以及住景器 让社会需要关怀的一群 也可以快乐平安过好年 那另外也要感谢红树林有限电视 那特别前在今天来搭配我们的活动 那针对我们这些的民众来免费 让他们安装第四台可以收看 那非常感谢 那当然我们同时也来宣导 民众资格的也欢迎到 红树林有限电视公司这边来做申请 可以免费接受到这个讯息 那看第四台然后增加我们对我们台湾一些新闻的了解 此外深耕淡水地方的红树林有限电视 也配合公所活动 在当天现场提供低收入或免费安装第四台收序 现场民众报名踊跃 在新的一年有免费的第四台可以看 让年节更热闹 而淡水区公所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让更多淡水地区的民间团体共同关怀弱势民众 将温暖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让淡水成为幸福城市 记者许团一淡水采访报道